马尼石 马尼石是藏族人民将以六字真言为主的经文刻在石头上用来祈福的物品 目前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玉树新寨加纳马尼石京城的马尼石 以25亿余块的数量仍然保持着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是第一次看一个这个马尼石队嘛 而且好像是马尼石城就是石头很多的 老师说有25个亿石头 然后我觉得是很震撼 就是能感觉每一个石头都是有 首先是有一个人刻字的 然后后面是有一个人就是来这里 然后放了这个石头对它来说是有意义的 是有含义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能看这么多石头在我后面 那说明有这么多人来这里 然后就是为了保个平安之类的 我觉得非常震撼 这个马尼石来我们用来渴望了 在共同那个马尼石阶神 石阶城上然后用来祈福的 我们家里有什么有疾病的吗 是有些啥有问题的 都来刻这个石头供在那上面 我们来那个祈祷 一般刻来那个路子真言 还有那个经文 各种各样的经文都有 来到玉树的外国人们 也在石刻的文化魅力下跃跃于世 跟随马尼石刻飞翼传承人 体验了藏族古老传统手工技艺的魅力 我第一次刻的这个词 然后第一次刻的时候 我手特别动 然后刻的时候也比较浅 然后后来老师讲以后 就是刻的比较也不太好看 但是也可以看一点点 然后我接下来的感受 就是专业人做的和刚开始做的人的做的不一样 然后特别开心 今天刻到这个平平安安的什么来着 马尼石 特别开心刻这个马尼石 今天其实准确来说 是我第一次能够近距离的接触藏族的文化 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刻的这个藏文 我首先是第一次 然后刚刚跟老师就是一起我们去提案 然后我觉得首先老师特别有耐心的教我 虽然我觉得我刻的不好 谢谢老师 我觉得其实这种体验感其实特别好 我觉得它本身就是有难度 特别是这种圆圈 其实相对来说 就是你的手的这种角度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刚刚我们教我们的老师说 他已经练了将近三十到四十年 那我第一天能获得老师的认可 其实是也是很开心 然后我希望接下来几天 也能更多的去了解我们青海的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